请不吝点赞 网友的调侃在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什么照片 我给你念 俄罗斯网友的微博的说明俄文 照片上的俄文是 说他们把俄文给我切了 说1947年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队 在斯大林直接命令下 在斯摩朗斯克直述 然后俄罗斯网友的调侃 然后这些数 今天戳下了波兰总统的专机 因为新闻说 卡金斯基的专机 是撞到斯摩朗斯克的树 掉下来的 对 这个事情 徐老师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但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关系 但就说 这次俄罗斯很紧张了 就是为什么呢 本来这一次 他做了很漂亮的表演 普京 卡廷事件呢 一直要求苏联做一个 俄罗斯做个官室道歉 而且正式把当年的参与者 仍然在身的列作罪犯 这么搞啊 就一连串法律啊 赔偿所有事都来 那俄罗斯呢 盗窃过好几回 但是就是不肯往这条路走 因为牵涉很多赔偿 那这回普京做了很戏剧性的动作 就他在这个卡廷产案的现场 本来是两国一起搞悼念活动嘛 这个普京单期下跪来献花 那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了 可是谁知道 他做完这个动作 没多久就出这个事 在俄罗斯领土 好像又是一次波兰精英 集体这么死在这 所以现在俄罗斯非常紧张 想尽办法 想怎么样去搞好这个事 散后 你知道 就是要不说卡廷惨案 要不是因为做这个节目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了 真的你们都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觉得触目惊心了 他说这个种这个树 埋那个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 那个这个万人坑上面 就是种的这个小松树 那么你知道这个事情 被压了多少年 前苏联不予承认 为什么呢 这个要不说特别复杂 就是说 谁发现的 反而应该说是德国法西斯发现的 对 因为啊 德国法西斯不是打苏联吗 二战的时候 打到了这个卡廷 森林 斯莫伦斯克这边 打到这一边 发现埋了很多尸体 然后 总共是有两万多人 两万 总共有两万多人 当时就是说 一看穿的军装 这都是波兰的 波兰军人 长枪兵 第三兵 然后呢 这个德国的宣传部长 戈佩尔 大喜过望 这是好的宣传 向全世界 那个时候 国际红十字会都关注 就是说 这个事情 他就说明 你看前苏联 多么凶残 他杀了这么 这么多人 但是你知道吗 当时人们呢 不相信他 因为你是纳粹 因为你是纳粹 一个位是戈佩尔说的话 不是 也是因为啊 这个 斯大林 就前苏联这方面 强大的宣传攻势 那个时候 两个国家都搞这些 因为刚刚赢了 那个斯大林格勒会战 不久出的这个事 所以世界舆论呢 人们感觉 好像是 布尔什维克这边说 你能相信德国法西斯的话吗 说那个地方是个原来考古的一个什么地方 是个是个墓葬的考古的遗址 听他们胡说八道 结果当时你知道连这个波兰不是有个流亡政府在伦敦吗 这个流亡政府在伦敦呢 一开始一爆出这个新闻 流亡政府就怀疑是苏联 因为这么多年来啊 他们发现 他们查很多波兰军官 不见了 都不见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都不见了 所以他们怀疑跟前苏联有关 但是因为你要配合整个二战 反法西斯的 那个时候英美跟苏联结盟 对 所以你看 要不说这就是说所谓的政治正确吗 很快波兰的流亡政府又收回口径 又觉得说 因为你这头是德国法西斯在宣传这个事 苏联那边是否认 所以呢 你看出现这么一个交织的情况 然后是知道多少多少年 多少多少年 这事后来还有很多蹊跷 就说首先呢 它牵涉到我们对历史观的一个理解 就我们传统上 我们中国人受的教育是说 二次大战是个政协大对抗 政的一方就是我们同盟国 嗯 邪的一方就是那些轴心国 对 但其实不是这样 二次大战的 起码欧洲战场的开端 是苏联跟希特勒是站在同一条阵线 因为一起瓜分波兰 嗯 就是因为他们一起瓜分波兰 英国 法国 才向德国宣战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真实的欧洲战场的第一个战火 第一枪响 是苏联跟希特勒两大集权一起合作的 所以我们搞错了 就这么多年我们总觉得苏联永远在正义那方 不是苏联是后来我觉得是自己都上当 其实当时希特勒那个算盘太容易打 希特勒算盘是什么 他早就想干苏联的快地方 是是 但是没地方直接接壤 他一瓜分波兰 他就可以有地方长驱直径 你乌克兰草原啊那些地方了 结果斯大林呢是上当了 等于是一开始跟德国合作 那后来才知道上当 忽然间才变成就是我们盟国的一员 嗯 所以这个卡廷事件啊 恰好就提醒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扭曲 不见得是黑白分明的 是吧 欧洲战场 他具体成分的相当的复杂 你比如说这个怎么会